OK 各位早上好 大家看到這間早餐店叫做萬家鄉 這間早餐店算是 我住來林口這個 三個禮拜 快一個 三個禮拜 遇到最好吃的早餐店 就是在我家附近的早餐店 然後它的對面呢 各位 就是我們的這個 看一下 誒誒誒誒 幹單設計就在對面 其實我們之前也蠻常來這邊的嘛 就是要對圖 所以WIN他們就在對面 他們這邊 鞋對面這邊 忠孝一路7號 就是這個萬家鄉 他們的彩色非常非常的豐富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的菜單 還有披薩圖示 豬排 德式 豬排 火腿 松餅 很多喔 非常多 然後 他這邊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銷魂雞塊 他這個銷魂雞塊 我上次吃真的還蠻銷的 然後他還有 阿華田的 脆酷粒厚片 然後我們來點一下看我要吃什麼 OK 我們來看一下要吃啥 然後說到這個喔 昨天呢 就 我沒有去買那個酒精 我們等一下要去看你的酒精跟口罩 聽說常購有空 那 我們一個 這個套餐 他套餐的話 均負20元飲料 超過20元飲料 不差這樣 一個薯餅 然後默默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看一下 OK 好的 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點了什麼 我們點了 10號的薯餅 裡面有小炒雞塊 跟熱狗 跟薯餅 然後 一杯中冰紅 一杯大冰紅 然後一個火腿蛋吐司 然後一個蘑菇鐵粉麵 然後再一個卡拉雞 沒錯 我們家早餐吃得非常之不健康 呵呵 之後可能可以考慮 就是 呃 自己 自己煮早餐 我先去結帳 看這樣多少錢 一個工寶套餐 lev 雞排蛋 餅 餅 餅 芋 梨花 雞排蛋 好 妳呢 妳要這樣用外帶 外帶齁 對 好 謝謝 好 現在好了 總會前提的 來 妳畫兩個字 各一杯是嗎 對 好 一個 一個是 一個是 一個是副餐的 好 我會幫妳扣掉齁 一個薯套 一個大冰紅 火腿蛋吐司 它本身有蛋 妳要再多加一顆蛋 沒有沒有 就是火腿蛋吐司 我們都有護蛋齁 OK好 再來 蘑菇麵加蛋 再來一個卡拉 算了沒關係 蛋不熟還是蛋半熟 蛋半熟 蛋半熟是嗎 嗯 再一份卡拉雞腿三點 對 兩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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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他以為沒有蛋啊 兩百四齁 來兩百六十找您齁 坐一下齁 謝謝 沒關係沒關係 來一個薯套 一個火腿蛋吐司 一個蘑菇麵加蛋半熟 一個蘑菇麵加蛋半熟 一個卡拉雞的三點 一個卡拉雞的三點 好的兩百四 還OK啦 就是一加三口 吃這個數字應該還好 你們早餐都吃多少錢 我說的是 你一個人的話 你就要乘以二點五 或者是二點三 然後二點五 二點五 你就一個人的話 你就乘以二點五 就是如果 你有一家三口的時候 你的早餐 會花多少錢的 費用 OK 然後呢 呃 我覺得 我有一次在 Uber E上面 點過他們家 一家三口吃 四百多 因為 其實 各大的外送平台 尤其是Uber E 有很多的時候 它會 稍微 要再提高 一些價格 就是 譬如說 你買 原本在這邊買 可能是十塊 可能你在家裡 用Uber上去買 就是十五塊 或是二十塊 這樣 然後最後 還會再收你一個 外送費 對 因為其實 我有朋友 也是有 跟Uber他們合作的店家 然後他就說 如果按照他的 那種外送費算法的話 那不會到 做不下去 一定做不下去了 所以 他們就說 他們也是允許的 就是在 單品價格上面 去做提高 那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感覺 我不是很好 就是感覺沒有很好 這樣 所以我 我不是很喜歡用 外送買東西 買東西 可是 呃 Food Panda相對 我覺得Uber E跟Food Panda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收任何業配喔 就是 我覺得Food Panda跟Uber E 我個人喔 在默默懷孕的那段時間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Food Panda 但是到了後面我發現說 好像Food Panda的價格 它比較接近於原始價格 一點點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啊 但是就是覺得 然後Food Panda的活動 相對也比較多一點 對 我覺得還 然後它還有什麼過任務啊 然後一週要 點幾次啊等等 其實我覺得 嗯 我個人 最終兩個平台我選擇 加入Food Panda 的 會員 對 我沒有兩個平台都加啦 對啊 那如果你真的呢 是 像有一些朋友一起來 或者是什麼樣 就是你的量是有夠的話 我都會有個習慣 就直接打去跟店家 訂問他有沒有外送 因為這個價格 也是差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只要你的量夠大喔 其實大部分的 你說餐廳便當店 早餐店 有很多 都有能力外送嘛 但是這只是少數 也不是少數 就是你一定要先打到問 你問過以後有機會 你就直接用訂的比較便宜 因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對 那Food Panda的部分 就是那種外送軟體的部分 有時候我會覺得它跌得太高了 讓我覺得有一點錯愕 就我吃個早餐怎麼就花了四百多塊 就定不住 所以就想說算啦 就當運動 自己走走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回家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早餐吃起來跟著怎麼樣 Let's go 好的 我們已經回來了 然後這個是 WOW 這個是 蘑菇麵麵 然後還有雞塊熱狗 薯餅 這個就是薯餅套餐 然後這是蘑菇麵套餐 然後默默吃是什麼 那個 薄荷蛋吐司 薄荷蛋吐司 嗯 你覺得好吃嗎 他們家吃到現在 還是比較喜歡內湖的那一種 沒有啊 它是蘑菇麵包不是 濕掉的 有時候 有時候 軟狗狗這樣 對 會耶 我其實 但是那個是不是因為 拿 就太久 好的 太久沒吃 哪有啊 它只是 有時候你在現場買 買回家也是濕的啊 那如果現場吃呢 麵麵 什麼點 你明明就都有吃過 要鬧 要鬧 你最近這個 鬧鬧鬧寶寶 有 麵麵 鬧鬧 麵麵欸 他最近流行先拒絕 然後再來嘗試 哈哈 好吃嗎 哪哪哪哪哪哪哪 還是你要肉肉 你要肉肉嗎 嗯 你要肉肉喔 Bubbie用肉肉給你吃好不好 最近Bubu真的是 No No寶寶 他就是瘋狂的 No No 什麼都No 凡是來的事情就先No 然後No完了以後 你要堅持 你只要堅持下去 他就會Yes 嗯 這小子 好 我們吃吃吃吃 我什麼臉 欸 打他欠欸 自己又那麼早起床 好 來吃一下這個他們小雞塊 我今天沒有點那個銷魂雞塊 這叫什麼小巧雞塊 這叫什麼小巧雞塊 不就雞米花 不一樣 還雞米花好像是另外一個 嗯 嗯 還行 還行 那他的薯餅 我最怕的就是薯餅 煎或炸到那種很濕很軟 那種就受不了 就很油吧 就很油啊 很濕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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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脆的 不辣 嘿 你喜歡吃的啦 我蠻愛吃薯條的 怎麼看 我蠻愛吃薯餅 不一樣東西了吧 那同樣的材料啊 不一樣 不一樣嗎 你們覺得薯條跟薯餅是不一樣的東西嗎 試著在這邊留言嘉義 那林口這邊其實早餐掉嗎 還沒有時間去探索 那 我頭髮要應該還蠻亂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去探索 那接下來呢 我接下來想要開始調整一下作息 因為真的每天都 每天都忙 啊馬上就太晚睡太晚睡 就太晚起啊 我是想說 想要調整一下 早上 早一點起來 啊 薄莫跟瀑瀑就不一定 那我自己 想要先試試看 早一點起床 因為你越早起床 其實你的時間越多 因為我們的 因為我的工作呢 很多的時候 會是 要運用 瀑瀑在睡覺的時間 所以我就會變成 都是很晚睡 欸 吐出來 就是我 我發現我會晚睡 人家常說那個 爸媽 熬的不是夜 熬的是什麼 自由 就是都要等 瀑瀑瀑睡著 或者是 瀑瀑在睡覺的時候 才能比較 百分百的 進入工作狀態 所以我就變成有 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都是很晚很晚 才睡 因為都是半夜在 工作啊 或者是幹嘛 所以 我覺得這樣不好 就我寧可 變成 早點睡 然後我早點起來工作 那瀑瀑一樣 還在睡覺 的狀態下 看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 精神也會好一點吧 好 那大家有沒有推薦 您口頭什麼 早餐店啊 在下面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拜拜